大家好,我是東一走的橋樓鮑勃 日本的食物真的很好吃 應該常常聽到朋友來日本的主要目的是吃美食吧 金澤的迴轉壽司 香川餡的烏龍麵 仙台的牛舌 雜晃的烤羊肉 真的是讓了獅子大動 鮑勃這次就來介紹幾家日本的當地美食吧 東京以及金板神有其他系列影片介紹 所以鮑勃這次會介紹這些大城市以外的美食哦 鮑勃這次利用日本很常用的塔貝洛具 以及外國人愛用的Google 以及鮑勃自己的味蕾綜合評價來推薦這些美食 如果對塔貝洛具不熟的朋友 只要記得大概3.5分以上評價就算不錯 3.5到4分左右 大概就是日本前3%的店家 4.0以上全日本大概500家左右 大家就參考一下囉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魔力魔力壽司應該是拜訪金澤一定要造訪的回轉壽司名店 金澤海鮮好吃的原因有幾個 最主要原因應該是金澤的地理位置 石川縣海運的水質好 而且富含鹽分 同時也是暖流跟寒流的焦魚之處 是有多暖水性跟冷水性的魚群聚集之處 然後白山的雪水 跟魚水富含著營養成分 從河流匯入大海 也讓海魚可以吃得又肥又美的 這家魔力魔力壽司的分店 就在金澤的廚房 浸江丁市場內 價格真的非常合理 你們看看這魚的油花 這蝦的色澤 然後這個海膽的賣相 是鮑勃吃過的回轉壽司第一名 鮑勃跟朋友連續兩天都吃這一家 看看有沒有多喜歡 浸江丁市場還有很多海鮮專賣店 距離車站或是尖六園等等的大景點 也都走路20分鐘之內就可以到達 地理位置很好 L'Emusique du Arche 是金澤塔貝勒谷評分最高的甜點店 也是西日本甜點百名店之一 這家甜點店內用區 可以直接觀賞石川縣立美術館的 庭園景色 讓人第一印象就很好 甜點使用石川能登半島 以及北陸這個區域的天然食材所製作 比方說低蛋白質、高氨基酸的玄秘 或是天然鹽等等 盡可能讓人吃起來比較健康無負擔 甜點本身的設計也非常的洗練 並不只有誇張打卡路線 但讓人看起來非常的舒適 L'Emusique du Arche就在殲6元和21世紀美術館旁 可以當成景點跟景點之間的休息之處 Cafetamont的建築物是一棟超過一百年歷史丁家改建而成的咖啡店 作用在宇多虛神社旁 是一家賣鬆餅的專賣店 這家店使用金澤產的有機小麥製作鬆餅 吃起來有鬆鬆軟軟的食感 也有一種自然的甜味 Bobbo點了稍稍豪華的金箔鬆餅 配上了金黃有美感的栗子以及栗子泥 下方還有黑豆巧克力 可能是因為沒有加豐糖或是糖霜 Bobbo覺得這個鬆餅吃起來不會過甜 完全不會膩,是一個色香味堅具的甜點 Cafetamont所在的Higashi茶屋街 是日本重要傳統建築群保存地區 有很多江戶時代後期至明治時期的傳統茶屋 也是金澤的必訪景點之一 柏伊東山店,位於Higashi茶屋街 是號稱原祖金箔雙情的發源地 職人豪邁地就把一張金箔貼在霜淇淋上面 讓人看得就很開心 雖然一個要將近900日幣 但柏伊的金箔好像比其他地方的金箔霜淇淋 更大更誇張一點,可能是錯覺 但還是可以跟朋友炫耀一下 金箔霜淇淋可能不是吃起來的美食 但說是美麗的食物的美食,絕對不為過 富山海鮮好吃的原因就是從栗山山頂 充滿礦物質的血水 流入富山灣,孕育了這裡的魚類 Toyamasushi 的職人 每日嚴選當日新鮮的海鮮 搭配富山產的月光米 以及富山縣小史布市製作的美味醬油 所做出來的壽司,絕對讓你欲罷不能 這個魚 這個海膽 這個蝦 東京很難用這樣的價格吃到這麼好吃的迴轉壽司 這家店又開在富山車站的對面 因為富山不是一個大城市 富山車站就是富山市的交通樞紐 所以是一家交通方面的避坊餐廳 伊托修士加連續四年得到塔貝勒故西日本百名店稱號的烏龍麵店 已經服務在地人將近50個年頭 特色是超有嚼勁的烏龍麵 加上四種海鮮 以及北海道昆布所製作出來的醬汁 放在土鍋裡烹煮完成後 熱騰騰的放在客人的面前直接享用 寶寶點的人氣摩斯烏龍麵 有比烏龍麵更有嚼勁的豬腸 真的好吃 很適合天氣冷的時候享用 富山市景點大多都在一條直線上 伊托修是位在直線的最下方 可以當成富山一直游的最後一站 吃完折架後就可以搭車回車站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那美食其實非常的主觀 有些人吃不習慣米其林餐廳 有些人則覺得同班美食是王道 好不好吃還是要看自己的喜好 但希望影片還是有參考的價值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還有Instagram 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